另外大部分的人都知道 高血压容易会导致中风 但是您知道吗 原来低血压竟然也会有中风的风险 有一名70岁的男子 四肢无力就医之后 才发现低血压让他引起了中风 普遍认知三高患者是中风的高危险群 但你知道吗 其实低血压也有可能导致中风 一名70岁男子因为手脚无力就医 经过诊断 发现是因为血压太低而引起中风 心脏到脑部的颈动脉 这个颈动脉的狭窄 造成血液供输到脑部的血液不够 所以造成脑部缺氧的血压低于120 收缩输120 输脏压70的这个范围以内 如果它太低的话 就很容易造成有这种低血压引起了中风 出现头晕手脚无力 甚至是嘴外脸鞋等症状 都有可能是低血压引起中风的前兆 而导致低血压的情况 其实跟姿势也有关系 有姿势性的低血压 例如说平躺的时候血压就比较好 那站起来的时候血压就会偏低 那也有可能会造成这种低血压的问题 另外长期处在脱水状态也容易使血压下降 医师提醒平常多注意血压控制 配合多喝水就可以有效防范 记者城市列路一役台北报道 前终火 晚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